真的是不少,刚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之中被吐槽,但是这并不能影响粉丝们对于她的喜爱,除了综艺行业,演艺圈也有她的位置,今年参加一考的她,不仅要忙着各大高校的招生考试,还要忙着拍戏,小小年纪的先喜,这样辛苦真是让人心疼。 继四美人的小区员一脚之后,郁阳千喜又接了一部戏长安十二时辰。 这就是她大清早前往片场的帅照,在酒店就弄好头发,省得到片场再耽误时间,千喜虽然很小而且很火,但是她并不自负骄傲,还是很努力认真的在拍戏。 不过她这个古装的头饰却有一点奇葩,这头顶上的一坨鹿像是莲花,但又像小灯笼,算好千喜还年轻没有女朋友,不然经历过贾乃亮李小鹿事件之后,怕是没有多少男星,敢把绿色在网头上放了。 除了头饰之外,小编觉得郁阳千喜这种穿鞋子的方式,又会成为一种潮流,不知道这个鞋子会不会成为大家争相要买的。 谢谢。